南美作品叫做藍美白對蝦 1998年我們把牠引進來 早期的話我們是先放養的草蝦 所以在1998年大概民國87年 民國87年我們這邊原來養殖的放養的蝦大部分都是草蝦 那草蝦因為後來它的蝦母產生一些電徑 所以牠扶出來的蝦牙跟著養生一些細菌的問題 所以變成草蝦放養的成功率變得很低 但是現在還有在牙屏東那一帶有人在放養草蝦 那草蝦的話它的成長的速度會比較快 白蝦的話比較慢 白蝦它適合成長的溫度是23到32度C 所以像現在等一下我測一下水溫 溫度那麼高的話 對蝦牙來講它是沒有影響的 各位看一下剛剛我從植體撈到那個水溫是32.9度C 水溫是32.9度C 所以現在我們在宿外的溫度是超過32.9度C 那麼它的原度啊 我們是用多少DPT啊 那屏東那一帶的話比較遠 原度比較高 我們這邊的話原度比較低 它的PH值適合白蝦 成長的PH值是8正乎0.3 現在我測一下它的PH值 我把這個測試辦 我把這個測試辦 我把這個測試辦放進去 你再往下 你坐好 我看看 我看看 坐好 8.44 8.44 早上我測的話是8.18 中午的話溫度升高 溫度升高 它的PH值會跟著上升 那它的 可以餘息的範圍是在9以內 9以內 也就是它的酸鹼度 我想你們這個 酸鹼度 酸鹼度 還有它每一天它吃的塑料的關係 我們這個蝦是混糧的 是混糧的 是混糧是樹木魚 還有草魚 然後蝦 那蝦 那蝦是在底極性的 那你會說 那這樣的話他們會不會互相吃 除非你身邊 我覺得的話 你做 那個樹木魚也不會去吃你 齁 除非你身邊或者是死掉 我覺得的話不會 那樹木魚它是在水的上層 草魚是在中層 白蝦是在下層 所以它們 成長的 那個生長的位置 沒有多大的中層 那 草魚 草魚吃的東西 它排泄物 或者是 樹木魚吃的排泄物 它在水裡面 分解 分解以後 那個蝦可以去吃它 這些排泄物 分解夠了 有氣質 另外 我們在蝦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藻類 藻類的話 它隨著 隨著你 你的飾養的情況 或者是你管理不當的話 你的水質產生 產生變化的話 我們正常你看到的 宜溫的水質 都是這種顏色 這種顏色是分那個 立豆 所以叫做草綠色 那草綠色它最主要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藻類 是細藻 所以它藻類的變化 會影響它 它設食的情況 那蝦的話 它在溫度18度C以下 它就停止進食 它就沒有再吃東西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到冬天 你們 吃到蝦 它除了不吃東西以外 而且它還會生病 因為你沒有吃東西 就沒有抵抗力 那你看我們這個蝦 煎過 一個寒冬再過 所以能夠存留下來的 應該都是 它的抵抗力比較好 那我們長期吃這些塑料以後 水一定會產生變化 水質一定會產生變化 你塑料太多 沒有吃完的 在水底下它會開始滑蛋 它會影響它的水質 那水質裡面它會產生氨 NH3 NH4 或者是 那個NO2 這些東西都會產生 那我們如何知道 我們這個水裡面 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用一種測試劑 這個是亞硝酸的測試劑 這個是阿摩尼亞 NH3 NH4 你怎麼那麼可憐啊 這個是 NO3 硝酸的測試劑 那我們 有滴出來的水 然後經過這個測試藥 然後在這個飾管裡面 它會顯現 它顯現出來的顏色 然後我們再來對照 比如說NO3 正常點的話 連PBM 所謂一個PBM就是每一公升多少 好可可 如果是這個顏色 它表示你這個 這個硝酸也是正常的 齁 那我們經由這個 也可以來測它的 安 阿摩尼亞 好 你看 這個是NO2 你見到這個試劑顯現以後 然後逼 逼這個要 也是你櫥底裡面的水 碰到這個飾管裡面 然後看 看這邊的縮片要逼幾滴 然後要添煎煮幾分鐘 然後看它呈現是什麼顏色 如果是在第一個 那表示你那個水質是正常的 齁水質是正常的 齁水質是正常的 齁 那因為這個 很花時間 因為有時候你測試一個可能 這個要填五分鐘 這個要填幾分鐘 齁 齁 齁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方式 我們來測它的電位 我把它放到MV的地方 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電位 好電壓 是-92 好 -92 那因為你 如果你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ORP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ORP 就是氧化環連電位 那氧化環連電位太低的話 會產生NH11 柳化氫 太高 會產生NH4 NH4 所以我們可以先 經由這個電位的大小 正負 就可以先預測 知道我們水底裡面 我們水裡面是帶正 那個 那個 是在氧化狀態 或者是在環連狀態 然後它的電壓 它的豪電壓 是高或者是低 然後我們就知道 我們現在 池底裡面的水已經開始在變化了 那如果開始產生變化的話 我們就要採取一些措施 比如說把水戳出去 或者是換水 或者是加水 或者是加灰石粉 或者是加一些益生鏡 加這些益生鏡 當然這個處理過程 每一個過程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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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 蝦子的 它的成長 它的成長 變化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 每一天 天還沒有亮 大概五點半 那個時候水溫 要先測試一次 然後太陽下山的時候 還要再測試一次 老鑊兒 那這個 任何一個 動體物草在水裡面 都要吸濫氧氣 那我怎麼知道 我這個水裡面的氧氣 夠不夠 我是靠著水車來打 所以我可以測它的容氧量 好 這個就是測容氧量的 我把這個電極放到水裡面去 然後它會顯現它的溶氧量 各位看一下現在這個數據是多少 搶救衛道壺 7.6 7.6 好現在溶氧量是7.6 來看一下 養蝦它的溶氧量要4到8ppm 那這個有沒有在標準圖裡面 有沒有 4到8 現在是7.4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蝦子在裡面它的氧氣量夠不夠 如果氧氣量不夠那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蝦現在在油裡面 那現在我測出來的話它的溶氧量 也就是說它的 氧氣量不夠的話那現在怎麼辦 增加水車 有沒有 比如說我現在打兩台對不對 我現在水車是不是兩台在動 那我等一下再多打一台 多打兩台 增加它的溶氧量 好那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沒有問題 你們要不要問 不是要看商業機密嗎 趕快問 我們要換邊了 沒有的我們等一下換邊 好 問啊問啊 我們要換那邊 走到那邊去玩走 感谢观看